投资理财周刊中的重磅分析 今天是推介中国银行的 选择原因是 人民银行上月15日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 预料有助内银股的贷款增长 甚至提升盈利 集团截至2021年6月底为止 来自非内地的净营业收入占2.1 资产占比占2.5 有望在美国快将展开的加息周期当中 成为最受惠的内银股 另外中国银行持有中银香港2388大约66%的权益 子公司在大湾区 两子母公司合共在大湾区 拥有过千个网点 亦受惠2021年9月宣布的跨境利财通 以上星期五收市价格 中行2021和2022年 预期股息率分别达到9.1和9.9 加上他们的业务受惠息率上升 加息周期未削弱他们长线收息的吸引力 现价买入防守力强 市场看法上 花旗的报告估计降准0.5个百分点 预料可以提升内银2022年 正式差1.3个基点 并且提升内银2022年平均税后利润0.33个百分点 另一间券商税银亦预期 随着发展商融资的情况改善 有助舒缓市场对内房不难贷款风险的担忧 估计2022年第一季 在宏观指标可能进一步恶化之下 大型内银基于季节性强劲的信贷扩张 正式差持续稳定和估值不高的因素 而具备防御性 摩根士丹尼的报告说 中行旗下财富管理业务转型进展良好 在明确的战略和全球化举措的推动下 中行的财富管理收入将会在2022年 保持大约百分之二十的增长 估计财富管理收入增长 将在两至三年内推动中行 撥备前经营利润增长大约1个百分点 至大约百分之八 策略建议上 读者不妨以中行今天开市价吸纳第一注 如果估计有机会回到两个七以下 读者可以加多两倍的注码买入第二注 短期目标是看3.2 2022年底是看3.8